雷深公司正在进行一种100千瓦级激光武器系统的初步设计,该激光武器系统将集成到中型战术车辆系列上。 该项工作是一份价值1000万美元的美国陆军高能激光战术车辆演示验证项目合同的内容,HELTVD是美国陆军科技演示验证项目,是陆军间接火力防护能力,增强二计划的一部分。 这个系统的美妙之处在于它是独立的,雷深公司空间和机载系统业务部门负责情报,侦查和监视系统的副总裁Roseville说,多普瞄准传感器、光纤组合机光系、电源和热子系统等,被集成在一个包中。 该系统设计用于击落火箭、火炮或抬击炮或小型无人机,一旦HELTVD项目选项二完成后,陆军会将系统开发和验试验证合同,授予一个承包商,实现武器系统并将其集成的中型战术系列车辆上,与计2019年初将决定确立价值近1.3亿美元的系统开发和验试验证合同,中国发展研究中心研券。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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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